谁知一上手女儿就哭了起来 这场面一度让想和孙女亲近的爷爷十分尴尬 可就在此时 伊能静见壮丽马来了一举 让公公顿感暖心 跟长辈打视频电话时 更是简单几句话就将老人哄得开心得不得了 伊能静不仅在与人相处方面使人轻松舒服 还十分懂得察言观色 在一次节目中 终于提因为要孩子这个问题与婆婆起了冲突 伊能静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婆婆也在随声附和 便立马出言制止不让婆婆答话 紧接着伊能进戒倒水的接口将婆婆叫到一边 劝诫婆婆不要过多掺和别人家的事情 我跟我妈去倒杯水 妈妈倒杯水 其实不行 妈我跟你说 来来来 生孩子这是大事 你不要掺和 这是压力很大的事情 我当时经历过 那个太痛苦 你不要为了一直认同人家 因为你 你不知道你会伤害到谁 因为他可能很努力 在要孩子 明白 都鼓励 好吗 而得到儿媳的提醒后 婆婆才反应过来自己可能说错话了 不得不说 伊能竞争的是情商高又善良 还总会为别人考虑 但更让人羡慕的是 薄熙二人可以平等地沟通 且能真心地听进去对方的意见 面对老公时 她是个爱撒娇要抱抱的小女孩 但同时也是一位称职时大铁妻子 尊重老公的职业 不对外与老公有过多的甜蜜互动 而面对自己的婆婆 伊能竞除了理解也总会夸赞 当她因嫌弃自己不会做饭 怕遭到嫌弃时 伊能竞对她关怀备置 让她恢复足够自信 妈 你很伟大的 你是个最棒的妈妈 真的 然后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好不 即便是提起上一段 与前夫与澄清的态情 伊能竞也从说过对方任何一句不好 我从来没有否定过 我过去的这一段情感 包括很多人会说 你现在出了歌叫对先生对小姐 难道以前是错的吗 你去一家餐厅说这家餐厅好吃 不表示那家餐厅不好吃 而面对自己的孩子 伊能竞更是一位十分开明的妈妈 也许很多人都觉得伊能竞的儿子 男扮女装 其装衣服很奇怪 甚至还有些不好的评价 但对于儿子的喜好 伊能竞给足了儿子自由和尊重 当我在做一些大部分人看来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些事情时 你有感到困难过吗 我从来没觉得你特立独行 更多的论文是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是特立独行 独一无二 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去复制别人的生命 所以与其说你特立独行 不如说是更多的家长在寻求你同一个标准的孩子 就如网友所说 伊能竞的原生家庭是一片废墟 可他却在那片废墟上建起了一座花园 并开出了美丽花 对先生的尊重 对婆婆的赞美 对前夫的体面 对儿子的爱 甚至于对陌生人的善良 无一步体现着伊能竞的高情伤和大智慧 这大代就是很多人都喜欢他的原因吧